洛杉矶时间10月30日 美国亚洲协会南加州分会 在洛杉矶石刻薄文化中心 成功举办了第九届 中美文娱产业峰会及颁奖晚宴 作为亚洲协会的标杆性年度盛事 本届峰会以聚焦对话和论坛的形式 特邀中国著名导演演员徐征 电影巨尺杀制片人Bell Avery 亚马逊影业首席运营官Albert Chung 迪士尼首席动画师Glan King 等众多行业领袖高管和产业精英 从创作 制作 市场营销 发行 电子竞技 流媒体等角度继续深入探讨 中美合拍 跨国投资 中美电影人才的融合 以及娱乐产业数字化转型等话题 中国国家一级导演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 索尼影视娱乐大众化首席制作总监黄嘉丽 Well Go US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oris Fadresher等嘉宾 围绕中文电影内容 形式和市场发展等话题 展开讨论 分析了中国电视剧 网剧的题材 版权意识转变 及世界娱乐市场开始聚焦 华语市场后的行业趋势 从论坛本身大家提出的要求和互相之间的了解 其实已经是开始入门了 像以前中国方面对美国方面的需求不太了解 美国方面对中国方面的特质也不太理解 现在应该说大家都很理解了 从投资的能力来讲 双方也都比较均衡 其实这个能够了解消费需求 都跟双方的这个投资均衡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目前是比较均衡的 美国创新艺人经纪公司战略与投资经理周伟 选角导演欧阳宝平等嘉宾 针对如何为一部电影振选最合适的演员 特别是为和拍片如何选择亚洲面孔的演员展开对话 Twitch联合创始人林士斌和ICM Partners国际 及独立电影和电子竞技事业群 董事总经理Peter Tran 就中美两国电子竞技产业面临的新形式 及平台运营的话题进行了交流 最近热门的好莱坞影片 《巨齿沙》的导演John Turtle Top制片人Bell Avery 万达影业总经理 传奇东方首席执行官江维等人 则和听众们分享了中美和拍卖作家作 《巨齿沙》台前幕后的故事 并讲述了和拍片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元素 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 亲爱的篮球导演Glan King 编剧导演金一蒙 导演制片人盐雨昕 则讲述了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 融入电影内容创作中 并分享了目前正在打造的 动画电影《奔月》的筹备工作情况 本期发挥的重头戏 在中国著名演员 编剧导演徐峥 和好莱坞著名演员 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得主 Billy Bob Troughton 和好莱坞著名制片人 杨燕子之间的对话间展开 徐峥作为当下中国电影 最受欢迎和最具有影响力的 邻居人物之一 其作品类型涵盖了喜剧 剧情片 黑色喜剧 都取得了商业成功 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应 2018年 其监制并主演的电影 《我不是要神》 题材来自现实 不仅取得了30.7亿人民币的 票房好成绩 更引发了舆论热议和关注 加快了中国政府相关 惠民政策的落实 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然后等到这部电影 在上映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这个总理 李克强总理 他甚至专门为这部电影发声 说我们要推出更多的 医疗的这个改革的这个体系 这个就是电影的力量 这个就是一个文化产品 应该有的这个力量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